這已經是我的大幸運 這已經是我的大幸運 和榮幸 服務國家 講到機動處還是忍不住哽咽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即將卸下將近二十年的總理身份 回顧自己執政以來的點點滴滴 語氣滿是不捨 更落下男兒淚 真心情這一點和他的父親有幾分相似 時間拉回1965年8月9日 李光耀召開記者會宣布 新加坡正式獨立 你看整個孩子的生命 我相信在馬來西亞融合 和這兩國的一切 鄭志強仍在公眾面前情緒潰提 這一幕在歷史上令人難忘 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 那一年李光耀才42歲 就被迫成為新加坡建國總理 當時新加坡只有200萬人口 激烈的種族和政治衝突 造成社會動盪不安 神均GDP才500多美元 許多人對這座城市國家如何生存 打上大問號 但或許就是在李光耀嚴格帶領下 新加坡才有現在的成就 李顯龍從小見著父親 一步一步建設新加坡 更是被當做接班人來培養 他當時是很穩定的父親 他向我母親留下了很多 因為他經常在政治上 和責任的責任 父親的嚴格培訓下 李顯龍也不負眾望 2004年從第二任總理 無座洞手中接向重任 成為新加坡第三任總理 同年當選人民行動黨秘書長 一路走來相當平穩 這年以外 我們希望世界上的情況 會長得很困難 但外面的環境 不是代表新加坡不能肯定 相較於父親的大刀闊斧和鐵腕治國 李顯龍的治國理念充滿危機意識 也帶有更多實用色彩 不過外界認為 無作動只是過渡人物 許多人擔心在父子的傳承下 李光耀的影子的人流存在新加坡政壇 當時也引發批評 認為這只不過是李家的隔代世襲 翻开李显龙近20年的执政成绩单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9年的新冠疫情 都在他的带领下安稳度过 国际商业投资和金融方面出类拔萃 尤其是新加坡资产管理规模 在他任期内增加近8倍 达到49090亿新币 更新以不少外国人来当地工作 欲戴王冠必成其重 李显龙努力抛开父亲的政治避应 除了在经济课题上交出漂亮成绩单 外交方面也备受关注 面对小国寡名的帝约情势 李显龙维持新加坡一贯的军事外交 在重大问题上始终保持中立立场 同时与美国维持良好密切关系 更是长期关注与中国的各项发展 对新加坡他的这个立场 有些就早一些时候会比较强调说是中立 可是最近看到的一些说法是 不是一个维持中立 而是自己的考量 就是以不同的议题做出决定 任期内他多次接待各国领袖 外交表现相当亮眼 让新加坡成为全球焦点 不过在内政上也曾因难以解决的 敏感问题引发各界关注 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 而是最多的新加坡人会接受的事情 2022年李显龙宣布 除罪化男性间的合议性行为 也再三强调不承认同性婚姻 在种族和宗教多元的新加坡 能够缓慢落实性别平权 也被视为是同治长久以来 得来不易的难得胜利 然而进步的新加坡 却有着倒数的新闻自由度指数排名 自1990年代以来 新加坡政府经常以诽谤法 打击异议人士 新加坡在李显龙执政后期 推了一系列更加管制言论的一些法条 那在这些法条下 它是对于一些行动党政府定义 的不实内容等等 会有一些制裁 2019年上路的假讯刑法 也引起反弹 近年更持续收窄网路言论自由 脸书也曾大力抨击 新加坡此举有意志言论自由的风险 但李显龙政府态度强硬 认为这样做才能避免不实讯息 在网路流传造成身为分裂 内政经济到外交 李显龙从真路上不受外界干预 走出自己的国家治理路线 虽然仍有不少负面声音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从父亲再到儿子 新加坡在两人的带领下 成功打造闪亮新国 如今卸任交棒 新加坡即将改朝换代 更宣够李显龙时代正式落幕 请不吝点赞订阅